- 你是参加过这个汇报吗? - 我参加过 - 他PPT写得很简单 汇报的时候还是要说 - 就是把你 就差不多把所有编利方面的一些东西都要汇报一遍 - PPT主要就是主速茶体阳心的体征 - 既往史 - 然后把片子搞一下 - 怎么样 - 然后治疗方式选一下 - 就没了 啊 哎 是问你的事 这个PVE汇报声 比如说我只 我只要汇报本次的CT的表现 还是说他当时的CT 我要拿出来砍 嗯你现在的就可以 言语不清 其实到底是啥意思呀 说话说不清 怎么说胡话 词不达意啊这种 用不哎自动时用不写 因什么并做什么东西 你可以在PPT上就写 多少年前做什么什么手术 然后你说的时候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张恰感觉有点像他们的老师 他是半个代教老师 那管他先把PPT做出来吧 登录帐好师妹 初始密码是多少 好 下面写着 大T然后123456 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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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大写着T 那个不是CT的意思是吧 对啊那大写T 哦那看错那是个括号 哇 初次我是这样锁定了 我一直说CT1234567 然后锁住了 他把括号当C 人才啊 那他这个本来就只有45分钟 他要等解锁5分钟 再聊个10分钟 这个李不言怎么有点搞笑的气质在那个 帮你登一个吧 我已经有一点点的困了 我也好困啊 眼睛都酸了 对 看的怎么样了 好是好 看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往查房查一下 好 这个几个病人你们应该都熟悉了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第一次查房 嗯 这第一个房间我们加一跟加二床啊 对 你好 你以前肚子这样痛过吗 像这种不能缓解是第一次 之前都是 就是偶尔一下 对 疑线啊什么都做过的啊 一些报告单 一些是好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嗯那好的 这个患者是有谁来汇报 比较熟悉 哦 躲避眼神 嗯 这位患者是 在入院前五天 无明行诱因下 在家中突发 左侧中腹的剧烈性脚痛 半恶心有吐 寒颤 出冷汗 发热 嗯 然后就到委员就诊 然后查了一个CT 发现有遗体部的这个低密度噪 嗯 然后考虑可能是那个 甲性 乳头状的那个 嗯 可能是那个 嗯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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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感觉觉得不太方便 说出那个病 哎有些词不能当着患者面说 他医生应该有个约定吧 就是确保病人听不懂 但是我们之间懂 对 黑话 哈哈哈 你也不用太担心 反正这个通过手术治疗 基本上就能够完全康复的 谢谢医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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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一直是 干 О 跟您的 繞工和 中液切除 蛋挡切除 趴iel 还安乐 滸 ttcd管 然后装 Serge 这个 可以跟我们病人 包括家属再沟通一下 沟通还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好 那我们到下个病房吧 医生要熟悉这么多病 对这才几个 一般的时候像科室里边 你得记住多少病 像我原来当住院的时候 每天出六个 收六个 上六个手术 全都记得心心手术 大概每个人什么病 住进来的症状 其实要干什么都能记得住 好主 这个查房有没有什么规则 三级查房 三级 我们的这个主治医这一级 我们今天住院医大方收了病人 写了病例了 那主治医是第一道关 因为住院医师 他本身给不了真正的方案 主治医师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主任医师查房 他要对所有的这些病人负责 那有一些科室 可能他病情变化会比较快的 那像ICU重症监护 那他可能就 主任医师也得天天看病人 因为病情随时可能变化 一般来说要熬多少年 才能到主任医师 平均我报说 幸运的话 是从住院医到主治医 是至少五年 主治医到副主任医师 是至少五年 副主任到主任医师 至少五年 这是基本要求 就是最低最低要求十五年 一般最少十五年 昨天做的手术有没有什么反应 就有点疼痛一点点 好的 上厕所自己上 好的 可以的 那如果恢复还好 明天就可以回去 好 其他没事 这个病人有没有熟悉你们 看过 但是这个房间的 好像都 病人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什么叫比较乐观 就是没有那么的复杂 都是胆量结石和胆量炎的患者 并没有合并什么 其他的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常规的住院 然后手术 这样 你们先出来 我以为只有那三个男生可怜了 现在他也变得很可怜 对 我都担心骂人了 不会吧 那我是对事不对人先 反正你们自己去对号录作 汇报病史不是这么汇报的 汇报病史也是有一个模式化的一种方式的 整一套的流程都要把重点的东西突出起 整体来说我觉得视节 一些指标上 包括我今天问那个黄胆病人 他手术之后黄胆降到多少 我看你们都答不出来 后续的一些指标有没有看过 我看他取出的十有一厘米的直径 具体素质知道吗 它是那些直接胆红素和进线胆红素还是有点高 跟素前比到底是下降呢 还是还在继续增高 美航你来 没关注 目前仅仅就这么几个病人 如果这个情况都搞不清楚 其实临床是做不好的 好好 我希望你们以后 我问你们的时候 你们可以对答如流 今天其实表现比较好的 我其实觉得王磊一开始汇报病史的时候 还是做到了把病人的基本的情况 至少是表达出来 另外记不住 其实可以记在一个小问题上 因为我们新住院的病人 可能很多本人对病情 其实是不大知道的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采取一种 保护性医疗的措施 尽量不把